独立思考 新视角 欢迎来到今天第二期节目 主要是刚刚在刷新闻的时候是看到了一个突发 也就是今天上午发生在湖北武汉 一名律师是被枪击 这个标题是个标题党 因为从那个警方的通告当中来说 被害人还没有身亡 只是一个受伤 然后正在医院抢救 那么被害人是30岁 作案凶器是为一把散弹枪 伤害率是极高 9月13日上午有媒体报道称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新竹路附近发生一起枪击案 一名律师维权服务中心的男律师是中枪 之后是警方发布了通告 那么被害者姓薛不讲名字 大家自己看 男30岁中共党员是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 今天一大早因对民事案件当中自己的房产被法院强制拍卖不满 凶手酗酒后持枪 将这个薛律师打伤后逃逸 那么薛律师目前正在医院抢救当中 这家高照律师事务所呢 它位于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的对面 这种啊就是警邻法院或者是一些交通管理局啊 这一类政府机构部门附近的律师事务所呢 本身它是一定有一定背景的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它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合伙人啊 很有可能就是这些政府机关的某一些人的这个家属 比如说老婆啊或者是老公一类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的话 你是没有实力在这种地方开律师事务所的 那么这个案件呢 可以说的东西很多啊 首先就是这个持枪这个事情啊 中国是号称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但是你仔细去看 就是每年中国死于这个枪杀的案件 就是死于枪杀的人非常多 这类案件也非常普遍 在中国只要你想 其实你要弄一把枪啊 并不是太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枪类的这种案件 频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其次就是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那么目前这个犯罪嫌疑人 据说是已经被抓获了 既然就是你对于这个法院的强制拍卖你的房产有意义 那么你为什么要拿律师开枪啊 对吧 对面就是法院 那你应该拿着枪直接去啊 中国人啊就是这样 真正让你干一点什么的时候呢 又没那个胆子 但是搞底层互害啊 就非常的积极 说到底啊 律师也是这个底层的这个受害者 不能否认的就是中国律师这一行呢 确实是黑幕非常多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可以说真的很黑 但是这本身和律师这一行没有太多直接关系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的司法制度的黑暗 尤其是法院这一块作为这个法律的这个执行者 可以说是黑到身不见底 做这种是非颠倒 混淆黑白的事情的是常有的 而律师呢也不过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和这些法院的人啊就是同流合污 做一些灰色的事情甚至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我听说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已经落马的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 那么当时呢广东是有一个律师 每一个星期呢都会从潮汕专门挑选那个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女孩子 给她送到北京 只要那个副院长啊他在那个国内的话 就每个星期都会送一两个过去吧 听说是这样的 后来是落马了 难道这些律师不知道这是违法吗 但是他们肯定知道 但是没办法就是说你要在这里混 要在这一行混 要出人头地的话不得不做这种事情啊 这是如果说那个副院长那个老实一点 就是呃那个一点 对吧 他们就不需要做这种这些事情了 人家就是好这一口啊 就喜欢幼女啊 你有什么办法 好了 很感谢你把这个视频看到现在 如果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一个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